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配合九合一选举,国民党推出反空污、反核石、反深奥燃煤电厂三项公投案,日前已取得中选会第二阶段连署输,国民党除一人口鼠要求直辖市、县市党部达成配额目标,并要求30多位中常委美人帮忙连署1000份,希望及此冲高连署分数,营造选战声势。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开指出,继24日、25日分别在台北市、台中市为反核石、反空污公投联署造势后,该党31日将在深奥燃煤电厂预定的新北市,以一定胜率连线合体造势的方式,拉台反深奥燃煤电厂公投案联署活动。 所谓一定胜率连线就是取自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有义,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忠,桃远市长参选人陈学胜,以及基隆市长参选人谢立功等四人各自姓名中的一个字意,丁、圣、利邪音,组合而成一定胜利, 即此象征国民党双北、鸡、桃共同政见反对深奥燃煤电厂,当天四人将出席在新北市的浮选汇报,共同联署公投案,作为联合造势舞台,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泉昨日在中场会上拜托每一位中常委,请大家各自帮忙联署一千份,在交由各地方党部一并装定成策。 此外,国民党组发会也要求各地方党部结合直辖市,县市长参选人竞选团队,动员联署,分别一人口鼠比例下达配额,以台中市为例,就被要求至少达成三万份的目标。 党内人士解释,由于中选会检视联署合格标准严格,不但要核对身份证,还规定每50份联署书就要装定成一册,国民党担心中选会刁难,未来可能会有不少联署被刷掉,因此才要充高联署量,希望在8月底前达到45万份的目标。 而依照规定,公投案第二阶段联署门槛281700多份。